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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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多多加速最高点的就是大概是来到58%的时候大概是在11月初的时候 可是指数到现在其实从那时候你到现在已经涨了800点 可是这个多多加速比例其实并没有持续创高反而又微幅的一个往下滑 其实这个现象其实容易造成说就是会看到像今天这个状况 蛮多的强势股可能早盘开高走高走蛮容易遇到卖压的 或是说前一天涨天的个股今天会见到一个比较重的卖压 那就是变成短线的强势股的延续的情况相对来说会变弱 所以这个状况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说这个当然也可能是短期现象 因为毕竟这个长线多头加速就是下面的部分 长线多头加速还是持续的走高 代表说多头的加速还是多头气氛还是持续在往上去做推升 只是说这个长线多头加速也即将来到50%以上 如果说持续在走高来到60%以上 其实短期就会有点过热的疑虑 那只是说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像最近不是大阪都在拉金融 其实蛮多人会讲说拉到金融数是指数的最后一半 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的确常常拉金融会出现 就是指数会最后见高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也不是说每次拉金融就是代表行情要结束 我觉得贵买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因为过去不管是在2008、2011、2015甚至到2018 或是说在今年的修正的过程中 就今年几次修正过程中 其实如果你有发现 就是贵买都会领先价钱指数转弱 如果说贵买说目前的中央来说是 它是没办法创新高的 而且是持续在之前的就是可能过期间之后 持续偏弱势整理 然后这时候而且还是有 而且这个时候反而是由金融去带动指数创高的话 我反而觉得这个盘后续才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说最近金融拉 对后续可能会有什么 是不是要崩盘什么的 我觉得目前还不用太过于紧张 然后再回到刚刚君凯问的这个面板 外置对面板调成目标价 主要是因为大陆双11的购物 那个电视相关的购物是优于预期 那我只能说这个是属于一个短线的营收易住 因为毕竟不是每天都在双11 也不是每个月都有双11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 大家还是先去做留意 不过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就是面板在9月10月 其实在下面连续打底了两个月嘛 对不对 那时候后来我记得在10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那时候不管是面板还是低润 其实基本上都是利空不断的 那利空不断的状况下 其实他们没有持续扩底 其实就是有短线持续去做打底的一个机会 那短线来讲 技术面来讲 面板的确是翻回全球线之上 不过其实就明年的展望来讲 其实并没有很正向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边呢持续进行扩底的机会 还是比较大的 那短线再涨多的状态下 我还是会比较建议投资人 可能稍微保守一点 当然说有没有可能我讲的是错的 就搞不好每个月真的都有双11的 这种营收出现 也是也不是不可能啊 只是几率比较低 那这时候就是用技术面具去当防守嘛 那所以像 有大家群畅 或是一些相关的TTDI的这个驱动IC 他们今天都有 那个出量而且上涨嘛 那你就以今天的低点 当成一个你的部位的一个防守点 当然假设你真的 你很看好这个面板 或是TTDI相关 你要去做追价 那你就用今天的低点去做防守 只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偏保守的看待啦 那今天的贵买 我今天比大盘强势很多 那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内容嘛 其实大家有注意到 除了资金是转网面板啊 去用IC这类低基期的 就是应该说股价比较弱势的 这个低基期的个股去做强谈的状态之外呢 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族群是陆续有在转强 那就是生计类股啦 比如说像是1795的美食 是连续两天的涨停 那合一今天有大涨 那在OTC全值里面 合一是全值嘛 那另外就是这个电子标签的 这个8069的元泰 那元泰今天也是 因为昨天网络会之后公布力多 然后今天也是开盘之后 回来拉到涨停 那另外就是跟合一的母子公司的 这个中天 那还有高价的普瑞 那个高传输相关的 所以其实OTC来讲 其实是比较偏向 其实是少数个股的大涨去带动说 今天贵买指数是比大盘强势的 不过你看涨跌加速被发现的时候 其实今天的涨跌加速是差不多的 跌加速是428加 那涨加速是418加 其实跌还比涨多了10加左右 所以我觉得短线来讲 操作难度其实像刚刚我讲的 多空头排列加速占大盘比例 那个短线多头加速无法创高 其实会造成说 短线的轮动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操作上的话要追高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稍微留一点 我是建议最近 可能改以第一季的方式操作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谢谢老师一个连线分析了 好 好 好 来